。 北京。 我爱你。 我从来都没爱过。 李孟然先生 你愿意娶欧拉小姐为妻吗 爱她 忠诚于她 无论她贫困 患病 或者残疾 直至死亡 我愿意 威拉小姐 你愿意嫁给李孟然先生吗 我愿意 现在 新郎可以本新娘了 你放心 我已经成功接近了李孟 你放心 我已经成功接近了李孟 你是谁 身手不错嘛 要不是我跟我老婆学了两招 我还打不过你 术术 i 苏 S 老婆我来了 老公等一下 老婆还没好啊 老公我来了 李氏集团新任总裁李孟然先生于昨日和爱妻欧拉小姐完成了世纪婚礼 相信李氏集团在李孟然先生的带领下将会走出更广阔的天空 李孟然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姐姐这么不尽情意啊 现在你可是我嫂子哦 你说什么疯话 介绍一下 我是李孟然的表弟 现在嘛 也是你的表弟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 就像你不知道 我对你的一片真心 你究竟想干吗 姐姐好凶啊 这是你今晚的仗 拿到黄老板的骨盒 知道了 还不走 黄老板 你输了 要把这些酒 全都喝完 真厉害 黄老板继续 加油 黄老板 黄老板 我们赶一杯 这是你最爱的黑桃 干杯 怎么我一来你就走 我喝多了 趁准备回家 喝多的好像不是你吧 我看你挺眼熟啊 上次偷走珠宝的人 不会是你吧 疯吗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想遇到我是谁 你别说我再说 你干吗 我 我 把你的头盔摘下来 你到底想怎样 我只是想确认你解释 你 你干什么 当然是帮你解决麻烦了 如果不是我 你就抱我 怎么 你好像很心疼 难道你假期真做吗 让他动我真心 我警告你 不许再动你 则我对你不客气 你到底是谁 连你老婆都不认识了吗 你怎么在这儿 好你个李某人 刚结婚就出去花天酒地 还醉倒在马路上 要不是别人刚好经过 把你送回来 今晚你就准备摔大街吧 你要是还想当花花公子 这日子就不要过了 老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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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该吧 那就 那就罚我带你去吃 你最喜欢吃的那家餐厅好不好 求车 那就罚我 今晚不准休息 这是罚你 还是罚我呀 哥哥好棒啊 还有更厉害的呢 小妹妹 张儿男出目 可要擦亮眼睛 有些人的女朋友 可比这桌上的球 还赌呢 张儿男 姐姐吃醋了 今天穿这么漂亮 特意来看我的吧 我今天是特意来警告你 无论你这次回来是什么女 离我和李某人远一点 李某人 李某人 莉莉啊 只要你跟我好 我就让你当收音员 打烊了 我们加钱 加钱也不干 赶紧让开 哎 你这个人 老公 我去趟洗手间 莉莉啊 你看我给你准备的菜 玩 我先生 就爱吃你们餐厅的招牌子 好的 Cheers 我的宝贝 我想吃草莓 嗯 嗯 甜吗 嗯 甜 也只是没有我老婆甜 贫嘴 吃你的 滑 我 安真爱上了阿强 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小李总好 你谁啊 我是你的新秘书Lucy 你搞错了吗 我只有一个秘书 那就是我的老婆 她没有农妇 又是你 你又想干嘛 忘了通知你们 这是爷爷的意思 既然已经结婚了 你就好好在家向父教子 爷爷也希望早点抱上宗孙 你家住海边啊 我什么时候伤害的 又不归你们宽 好好休息两天 最近被孟然折腾得够呛 一会儿去做个SPA 做个美甲 再买两个包包 老公 下班早点回家 我在家等你 好啊老婆 来 随便吧 老公真好 目前这个方案是最好的 李总 您的酒 谢谢 尝尝我的特条鸡尾酒 一会儿还不乖乖就饭 小李总 来 只要搞定李孟然 爬上她的床 李太太的位置 就是你的 哦对了 我还有个事情要跟您汇报一点 不好意思啊 我不剩酒的 怎么下次 小李总 小李总 你喝多了我来帮你 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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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陆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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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陆远 是我 老婆 要亲亲 是 你要喝点什么 不要取东西 可是对方说 来取的是一个先生啊 你的意思 我不是个男人 不敢不敢 取东西 已经拿走了 谁取走的 是个女的 不对 是个男的 到底男的女的 我也不知道 他人去哪了 去那边了 多几点了 怎么才回来 你今天一直在家 我不在家 还能在哪 快去洗手吧 楼上 文记取到了 很好 想不想知道 里面是什么 不该我够我从不多岁 嗯 去吧 王总 我酒量欠家 就让孟然替我喝吧 好 早就听闻小李总啊 酒量非常好 王总 我敬你一杯 哎 小李总 在我们北方啊 喝酒都是一壶一壶的来 孟然 快喝 王总都喝完了 你这样想得我太没什么意了 你自己滴酒 还好意思提成你 王总 不如玩点有意思 Round 1 我赢了 哈哈哈 王总 那可未必了 还能怎么大呀 这把不算这把不算 你要是再赢我一把 我马上签合同 哈哈哈哈 乌拉小姐 下一张牌 但凡你大力一点 都是你说 我就不信你这么神 哈哈哈哈 有意思啊 有意思 小李总啊 恭喜恭喜 你有一位 好老婆 我现在就签约 我 亲爱的 你怀孕了吧 好假呀 怀孕 怀孕真的是这个样子 你 老婆 你不会怀孕了吧 哇 太好了老婆 你怀孕了 我们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哇 老婆别动 你要干什么 过来 我想喝水 好 老婆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照顾好肚子里的导物 有什么事情 交给我来就好了 别动 别动 老婆 你又要我干嘛 我就是想起来活动活动 那我们就活动活动 你都当爸了 还这么不正经 老婆 谢谢你 我真的太幸福了 李太太 你喝这么酸啊 李太太好啊 我看姐姐是越来越厉害了 你不会忘了自己是龙胜集团的人吧 无量 龙下这家螺蛳粉真好吃 你怀孕了 关你什么事 楼上 看来 是时候给他提醒了 老婆 你等我一下 我取一件东西 没事吧 我接个电话 喂 喂 哪位 老婆 这体检报告怎么还没出来啊 老婆 你有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啊 你别大惊小乖的 我真没事 瞎说 你肚子里还有宝宝呢 哎 护士 我 我老婆怎么样了 没什么答案 哦 那肚子里的孩子呢 啊 你老婆没有怀孕啊 啊 是你派人做的吗 不错 为什么 只是给你提个醒啊 提醒你 别忘了你真正的身份 我没有 没有就好 看看吧 这是新的任务 李氏集团 嗯 小李总 标书已经准备好了 孙总那边还在办公室等你 好 老婆 不要生气嘛 等我忙完回来陪你吃饭 孟然 对不起 有没有兴趣做一笔交易 没兴趣 只要帮我拿到李孟然的竞标书 我就帮姐姐退出集团 这单生意很划算 对李孟然来说 只是损失一单业务 而姐姐 却能永久退出集团 孟然 希望你不要怪我 永久 老婆 不要因为孩子的事情不开心了 对不起 让你空欢喜一场 不就是孩子嘛 迟早都会有的 走 咱们现在就造孩子去 造小孩去了 李总 竞标成功以后 可不能忘了人家 我就看你的表现了 讨厌 妈 你 贱女人 竟然敢杀我 李总 你要干嘛 为什么要骗我 你们是不是都这么贱 李总 我有一个好主意 吴老婆 你竟然敢耍我 你想玩火是吗 该不会真以为我会背叛你 你别送 老婆 你以为我 我老是什么好女人吧 闭嘴 你跟我回家吧 我担心 我担心 哎呀 刹那里梦然有老板的身份 他妈都是强梦啊 但是他铁了口子就翻脸不忍忍 请大家一定要帮我 帮帮这个渣男 还我讨个说法 哎 来来来 莫然来了 可难可怕 你干嘛 渣男 我要你给我一个说法 你不是说要离婚取我的吗 原来平时爱情理说不是假 你要是不负责 我就把事情闹大 欧拉来了 欧拉 你不用解释 我相信你 你来得正了 你梦然说要跟你离婚 今天你也来表个态吧 如果梦然真的跟你发生了态度 你愿意愿意 真的 老婆 我 不过呢 在让位之前 我有件事情需要确认一些 照你的说法 你对梦然的身体 应该很了解吧 当然了 我说梦然可不止于此 她恨不得抬起在左边还是不负责 对啊 你说出来我就娶你 对啊 你要是真的跟小离总有关系的话 那你肯定知道她屁股长什么样 我怎么超在那边呢 不过反正不是左就是右 梦对了我就转了 在左边 你想干嘛 我告诉你 小爷我根本没抬起 我不看 原来照片都是批的 晚安 把这个女人拖出去 你们两个 你 这个废物 这点是头办法 还跟我要钱 谢谢丽总 就怕你有钱赚 没命花 丽总 你说什么 老婆 先乖乖回家的 你看了吗 我等你很久了 那就不要浪费时间 哎 红酒也不能被浪费 你 啊 你 一次次挑战我的底线 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了 龙少 你误会了 误会 你三番两次帮李某然解决危机 还想就变 我是为了维护李氏声誉 稳定公司股价 龙少既然有意收购李氏 想必不愿意开他一文不值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杀了李某然 等等 让我亲自动手 李某然在外面沾花惹草 还不愿把公司股份给我 还我对他一片真心 让我亲手杀了他 那我就最后再给你一次表决重心的情 龙少 李某然不要怪我 你干嘛 你要干嘛 你的手术啊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去哪儿 救命啊 手术 我手术 手术 我手术 龙某然 你终于醒了 我怎么在医院啊 还有这个护士 好可怕 龙某然 昨晚你酒精中毒 昏迷不醒 差点把我吓死了 没事老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乖乖听医生的话 留院观察 我不听医生了 我听我老婆的 会很疼 你忍着点 没事 我能忍 是谁把你放弄这样 需要我帮你报警吗 是我自己不小心弄伤的 麻烦你不要告诉我先生 我怕他担心 真幸福 好像你 老婆 我吃不下了 要亲亲 好了 这次我看你怎么跟龙哥交代 龙少 看来你并不清楚 欺骗我 愧是什么下场 是李孟然欺骗了我 他知道我要杀他 所以对我早就有所防备 就在我以为计划成功 准备杀后时 他突然袭击了我 这小子还真跟他爸一样难搞 李孟然的爸爸 你先回去 你先回去吧 后面的事情 我会再通知你的 姐姐你怎么有空来看我了 今天的太阳 可没打西边出来啊 我有事问你 说说看 李孟然父亲的死 跟龙少有没有关系 是 念在我这么喜欢你的份上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龙少杀人的证据 就在他办公室 走开 你敢不敢去哪儿 你走开 dudes 我不是 我不是 你父亲的死并不是一文 证据就在 把文件给我 有本事过来拿呀 李某然的父亲真的是龙少杀的 我该怎么面对李某然 如果他知道我是龙少的人 一定会对我很失望 某然 你眼睛怎么了 我眼睛怎么了 你心里不清楚吗 什么意思啊 我听不懂 到底要撞到什么时候 某然 你是不是在外面受了委屈 心情不好 是 我试着委屈 我连我自己的老婆是谁 我都不知道 某然 别客气我 你怎么喝成这个样子 资料拿到了吗 被人结束线灯了 那个人是谁 他手上戴着我 历时三个月定制的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戒指 我却不知道他是谁 孟然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我去给你热饭 不用了 我这两天回公司吃 公司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 不用你管 孟然 这是我给你买的纪念日礼物 明天 你会准时来的吧 孟然 明天我会将一切都告诉你 小姐 我们什么时候上菜 再等等 李某然先生 你愿意去公拉小姐的一切 我愿意 是吗 你自己滴酒 还好意思提诚意 你确信我爱你 无论你是谁 我只知道我爱你 你永远是我的首选 我选择你 我会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你 毫不永远 绝不止 小姐 不好意思 我们要打烊了 孟然 看来你不会来了 孟然 孟然 是你吗 李某山 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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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打烊了 好 老婆 老婆 你还敢回来 老婆 你还敢回来 老婆 你听我给你解释 不需要了 老婆 我错了 我不应该放你鸽子的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再给你一次杀我的机会吗 杀你 你在说什么呀 你还说 疼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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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她 这 这 这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你还好 Monica 啊 啊 啊 垒骨rive 啊 疼就去看医生 你真的受伤了 是谁干的 你都问我去找药箱 难道真的不是他 沃拉 这次跑在路上 我想了很多 我想明白了 其实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 现在 未来 你都是我的棋子 我爱你 你是 我真的怀疑你的家暴 带你开门 我就报警了 大婉山要不然睡觉 走吧 不好了 李总 工地那边出事了 救援 快救援 发生的 小李总 现在项目出了那么大纰漏 你得给咱们股东一个交代啊 是啊 你知道给公司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吗 我会追查原因 负责到底 负责 你拿什么负责 现在对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 我看你就是没能力坐这个位置 各位稍安勿躁啊 虽然这次事件表哥有着重大责任 但是他为集团也贡献了很多 请大家再给表个一次机会吧 我觉得齐峰虽然年纪小 但是处理事情了 比小李主强太多了 要是没能力的话 还是趁早让位吧 你能浪费股东的钱 同意 好 我接受现在的 会 你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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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高傲的嫂子吗 怎么屈尊到我们这儿了 龙上 以前是我不懂事 现在李孟然被逐出公司无权无失 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请龙上再给我一次机会 回到集团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 将功不过的 我还以为姐姐你有多强 原来你是一个去员复尸的女人 那既然这样 那你倒说说看 你要怎么着 龙青手 杀了她 老胖 怎么又我来这里啊 这里是我跟你开始的地方 在这里结束 也算是画上一个浪漫的句号了 啊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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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你怎么 是 好了 我爱你 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下手真狠 女人果然无情 李某然死了 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臭娘们 你这样做 路上会放过你吗 你觉得 你还见得到路上 李氏集团现任总裁李其峰 涉嫌职务侵占 于今日被公安机关逮捕 解释一下吧 李其峰狼子野心 现在 两个继承人都解决了 龙少 岂不是对李氏集团 手到擒来 你不愧是我的得力干将啊 去吧 进行下一步 嗯 好了 我 我爱你 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你现在很虚弱 不要乱动 不要动我 我要找我 我要找我老婆 你冷静点 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什么意思 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 也为了帮你复仇 他宁可知身犯险 你这么做值得吗 只有他好好活下去 我们才能有未来 不是吗 那你怎么办 有些人 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这个傻女人 她怎么能这么傻呢 医生 你告诉我她在哪儿 我不能告诉你 我不能辜负欧拉的良苦用心 没有她的未来 我宁可不要 城南仓库 龙少 不好了 我们的人在城南仓库 发现了李梦然 李梦然 他没死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李梦然 李梦然在哪儿 你永远都别想找到她 为了她 你连命都不要了 是不是 我 你愿意嫁给李梦然先生 我愿意 你以为 她还能藏多久 那你以为 你还能找多久 什么意思 大哥 有炸弹 炸弹 炸弹 你散开 你这个疯子 你快散开 疯了 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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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